Hello 大家好 前年的时候我们村里面来了一对浙江夫妇 他们在我们这里投资搞养殖 养殖了一种非常不起眼的动物 这种动物是一种鸭子来的 但是这种鸭子跟我们家里养的鸭子品种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们每年靠养殖这种鸭子 一年都能够收入100多万 非常的羡慕也非常的好奇 他们是怎么靠这些鸭子能够赚到那么多钱呢 现在已经来到他们养殖场里面 来到这边之后就可以看到 他们这里特别多这种鸭塘 鸭塘里面就有很多这种鸭子 这里总共都有十几个这种鸭塘了 然后这里的环境地理位置也是非常好 就在这个大山窝里面 这对浙江夫妇 他们以前是在广东那边养殖鸭子 后来经我们村里面一个老乡 也就是他的客户介绍 才来到我们这边搞养殖 因为我们这边的环境 非常适合养这种鸭子 现在他们已经搬过来这边 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 他这个鸭子到底是什么品种 什么样子呢 哇塞 现在有多少只现在 这个有四千 四千 一里马马全是鸭子 哇塞 因为这种鸭子非常容易受惊吓 我们也就不走太前去 没看到啊 这些鸭子 跟我们家里养的这种土鸭子是不一样的 这种鸭子的品种特别小一只 看一下特别多啊 在这里 大一点的可能也就在三斤左右 这些鸭子全部都是生蛋的鸭子 像在这一个仪堂里面的这种鸭子 这种就是老鸭子了 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 说说这种鸭子太老了 它就不会生蛋了 就养在这个池塘里面 这个池塘里面这种老鸭 就是拿到了卖鸭子的 哦这样 它一贴一贴就多起来 新的就好小哦 是 就所以啊新生蛋啊 新生蛋就比较小一点 这些都是都是老鸭蛋 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 他们在这边养着这些鸭子 数量都非常的多啊 然后也问了一下 他们这种鸭子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生蛋 生出来蛋可以用到来做 皮蛋一个用来做咸蛋 而且都是有专门来收购的 收购的话 一个的话 大概也就在一块多钱左右啊 然后它这里的四千只鸭子 一天都能生四千个蛋 这样下来的话 一天就能收入四千多块钱 一个月的话有十二万左右啊 一年的话都有140多万了 这个收入啊非常的可观 好吧 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